梅兰芳大师是我们京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为我们京剧的发展做出了许多原创性的贡献 其中他就把中国的古典美学 就融入到京剧表演当中 在一朝一世一评一笑中 来展示我们中国古典的东方美 那么我们知道首饰就是梅派艺术的看点之一 胡老师 在这里我想请您现场 为我们的石井山的朋友和高雄的朋友 来演示一下首饰 讲解一下首饰 好 谢谢 好 请 下两岸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刚才为大家表演的是梅兰芳大师的代表作 《非非醉酒》 我想梅大师他是中国传统艺术 尤其是京剧艺术的代表性的大家 他把我们传统的美就充分地体现在了我们戏曲中的首演身法 刚才你提到了首饰作为梅派艺术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特点 我想很多很多 那么我想具体我要像讲课一样的说这个首饰是什么 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枯燥 那么我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人物介绍中 然后把这个首饰说出来好不好 比如你看你不用不要扇子 比如说你别太远了 比如说我们俩演对手戏 我就这样说大家可能会更明白一些 我们俩演对手戏 那么其实他不怀好意 他不怀好意呢 说了很多话让我听 那么我是什么反应呢 我给大家表演一下 这叫打背弓 你看 打背弓 你看这手 他都是有手式的 他刚才说什么 我要提防一点 因为他 你看 不怀好意 你看这就是手势 然后呢 那么我还需要 哎呀 想一想 你看 怎么 对付他 这就在想问题 你看它是个造型 两个手 你看 你看 因为我穿的凤冠比较大 可能看不出来 它比较占地儿 你看这手 这还要扶着衣服 你看这个手 你看这扶着头 在想问题 嗯 我有主意了 然后这攻手 啊 比如他是军爷 啊 军爷 你刚才说的 你刚才说的事 你看 你看 不知道 你看 你还是 往那里去 问 到此 这就走了 你看多好动作 最后 最后 最后让他双手 让他到那里去问 我不好回答他 我也不知道 他说的我不懂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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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胡老师跟我们讲 就是简短的几个手势 就能呈现出一段情节 和这个心理活动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手势的表现力 非常非常巨大 刚才呢 就是您在表演 这个贵妃最久的 这个过程中呢 有一个手势和动作 叫文花 您能不能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当时我想梅兰芳大师在 前苏联演出的时候 很多的艺术 当时的戏曲家吧 包括布莱西特 他们好多在看梅大师表演的时候 梅大师就表演了这一段文化 所以他们看完以后 非常的惊讶 就简直没想到 中国人既然东方艺术 用手就可以代表了 而不是用 他们说歌唱啊 肢体啊 完全手就表演了 他们叫现实主 对 所以呢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文花的动作 边讲边说 我把把袖子往前一点 你看 贵妃喝醉酒 一看 哎哟 那花很好 那花很好看 我 一定要把它 摘下来 你看 比如说蹲下来 你还先拿手 把整个这个花 这一束花 拿过来 往回抱回来 身体倾斜往前 闻 嗯 好闻 再看一下 爱不释手 不行 我把它得摘下来 这个手拿住它 你看 一 二 放回去 然后好好 你看 让我欣赏欣赏 这样的 再闻 哎呀 很香 再闻一次 哎呀 你看 哎呀 这么好 你看 皇上 他没来 我这个花 给谁 看 你看 这就是展示了 这个文化的过程 哎呀 这个兴趣啊 这个努力啊 太大了 你看啊 就是刚才文化 就这么一个小动作 我们日常生活中 可能非常简单啊 可是在戏曲表演中呢 给您细节都会展示出来 特别细腻 是 哎呀 展示出了我们这个兴趣的 巨大的表现力 和感染力 包括刚才呢 我们在欣赏 我们胡老师在表演 贵妃醉酒的时候 那么看到他优美的身段啊 让我们浮现出了一幅画面 那真是 浩月当空 温馨和谐 是不是